绝世水局四项俱全 再加上我国海上第一山龙脉牢山 让千年古城青岛达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在牢山的助力之下 成就如今这样锦绣繁华的至上格局呢 本期担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青岛整座城市还郊州湾分布 是我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具有湾区特征的城市之一 并且还拥有一个极其罕见的自然水局 也正是由于这个绝世水局的助力 一跃让整个青岛的城市格局 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会再创历史新高 在了解它的布局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的破局者牢山 它的主峰海拔高达1132.7米 是我国大陆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 这种海陆并尊的形态离不开大自然的巧落天空 而在百年之前 康尔维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 青岛至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 而这座城市没有如此之高的剩余 可见这里的环境布局多么的不一般 山海相应 中西交汇 不仅仅是青岛的文化性格 这海陆并尊 一风突起 更是极大彰显了青岛的城市气势 事实上 自汉唐以来 青岛在海上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冬季末年 一位名叫法险的高僧远复天竺取经 在他返回时 乘水路就选择了在牢山登陆 而青岛最古老的法海寺 也和这位高僧之间 存在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联系 实际上 在古代看学当中 蜿蜒取着的山脉和水脉 都会被称之为是龙脉 而确定一个地方的风水大局如何 关键就在于 这里的山龙脉和水龙脉 以及它们的配合程度 而青岛作为海滨丘陵城市 地势动高西低 南北两侧龙气 形状宛如一只 展翅高飞的雄金 在我国能称得起 千年古城的城市并不作奸 而青岛一直以来 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前进的 直到它经历了环境风水演变之后 才逐渐显露出湾区这一特征 从它的主城区范围来看 青岛是我国最早用现有科学规划 重新建设起来的城市 先进的城市思想和独特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青岛山水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象 所以如今的青岛早已改头幻面 就宛如是一颗耀眼夺目的民族 在二十世纪初 青岛就被推入了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口浪尖 从此便开始了近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 那在这期间 无数文人作者和科学家们会积青岛 就比如康有为 蔡元培 沈从文 老舍等等 而这些名人的到来 使得青岛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学术中心和科研基地 形成了一种人文和科学并胜的局面 绝世水局助力岛城经济腾飞 有佛道圣地之称的牢山 究竟在风水格局上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竟能让青岛历经千年 依旧还能重新崛起 由于我国天然独特的地理形式 造就了这么三条大的龙脉 它们分别是北龙 中龙和南龙 而这三条龙脉的干龙又生出了枝脉 这枝脉又生出枝脉 循环往复 它就犹如像是人体血管和经络一样 遍布在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内 特别是贯穿黄河长江的中龙 它所经过的地区有四川 陕西 河北 湖北 安徽 山东等等 最终到达渤海平址 不过在看学当中 龙脉也存在着等级之分 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 有着九五之尊称号的地龙脉 青岛虽然地处滨海丘陵地带 不存在什么顶级的至上格局 但地处老山的那只龙脉 却是古居龙畔 罗星遍布海面 甚至还被黄海环保其中 远看就犹如一条即将出海的蛟龙 绝对称得上是藏风巨气的顶级格局 混然天成的老山龙脉 也使其成为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堡地 而老山龙脉最独特的地方 它不仅仅是海上第一山龙脉 并且这里从古至今 相传也都是道教和活教的圣地 另外青岛的整体地势东高续低 南北两侧呈隆起的形态 三面环山一面环水 青岛的南面是黄海 仅它的海岸线就占据了 整个山东省岸线的四分之一 因海岸线曲折 所以就形成了压弯相间的格局 是名副其实的聚财之地 而青岛的西面是胶州弯 它是一种呈喇叭形状的半封闭海湾 东西宽28000米 这南北长32000米 整体面积将近有500平方千米 胶州湾内海阔水深 风平浪静 并且海水中年不动 是我国天然的优良港湾 在开玉鞋上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 青龙高山主富贵 白虎建水采源广 一座城市能有如此广阔的水域 这在全世界都是寥寥无几 那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有这么三条大的水系 分别是北交来河 大沽河 以及沿海珠河流 他们也为青岛室内 提供了充足的淡水水源 也正是因为这些淡水的存在 才让青岛有了享誉世界的青岛啤酒 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 是青岛这座城的外在 青岛啤酒美 美在牢山水 是青岛这座城的内在 这两句话相辅相成 共同缔造了青岛这座城市的魂 外有绝世水局 内有四项俱全 有人说青岛下一次的腾飞 将在2024年的夏园九死运当中 那么它准备又是如何来逆袭呢 古人在选择建筑地点的时候 往往会对气候 地形地貌 生态景观 以及各种建筑环境因素 综合判断 并且他们一致认为 一块好的风水宝地 这后面应该有高大平整的建筑物 或山体作为依托 这在开玉学上属于备有靠山 此外 风水祖师郭普认为 除了要有靠山之外 不管是阳斩还是阴斩 都应该存在着一种生气 简单来说 就是万物生长之气 而这种特殊的能量 一旦遇到水 便会停滞不前 选择再次聚集 但此水必须是活水 所以在古人的眼中 最好的宝地应该就是 得水为胜 藏风次之 假如这个地方 既能得水又能藏风 那便是上能的格局了 下面再来看一下 青岛市政大楼的建筑布局 它远远望去 就如同是一把太师椅 稳稳地立在朝堂中间 这大堂后面是辅心大厦 是市政的玄武靠山 大楼整体呈凹形 如此设计的目的就是 收纳来自海洋的财气 而市政内部明堂广阔 并且在东南方和西南方两侧 均有绿树这道 左右两边是银行 整体格局看起来 就像一个人稳坐中央 抓钱财 古代看医学常说 不怕青龙高万丈 就怕白虎抬头望 接下来再看一下 青岛市政的思想 左边的青龙位 高于右边的白虎位 南边的圆形喷汁水 则是猪雀水来潮 而风平浪静的郊州湾 又成为了 那才巨府的吉祥宝地 所以从2019年开始 上面便赋予了青岛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新平南的重要任务 之后山东自贸实验区 也获得审批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使得青岛再次站在了 改革开放的最前列 而世界关注中国的目光 也再次聚集了青岛身上 使青岛成为了 全球化时代 新的投资热议对象 虽然我们现在 所处的时代变化莫测 但抓住机遇至关重要 所以青岛这座城市 现在正在加快融入 改革开放的大局当中 相信在良好的环境布局 和政策的帮助之下 青岛必然会在 2024年夏元九死运中 迎来新的发展和机遇 好了本期的视频 今天的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